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骗衫了 你口味还珍重 我全看到了 社长 你们两个违反了公司规定的第35条 我将扣除你们本月工资的20% 不要 社长 没有商量的余地 好了 现在开会吧 根据最新的市场调查显示 很多新的表示对恐龙时代很感兴趣 所以呢 我决定开辟一条去侏罗纪围观恐龙的旅游线路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社长医名 少拍马屁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又要进行一次试运行 帮我的钱 算了 不然我们不知道这条旅游线路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又是试运行了 我不要去了 去你了 我还安排了一个美女恐龙专家陪游 恐龙 别紧张 不过就是一个研究恐龙的女孩子 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的 真的是美女啊 妮妮 是你 你好 叔叔 我的观众娘 是妮妮的校长向我推荐了她 她对恐龙很有眼镜 怎么也不和我商量呢 姑娘家怎么能去这么危险的地方 太不靠谱了 怎么不靠谱啊 这是我的专业 不可以 你的专业是发掘恐龙遗迹 不是给真恐龙当点心 叔叔 能够穿越时空去考察活的恐龙 是我们专业所有人的梦想 而我获得了推荐 这是荣耀 嗯 没想到这个专业还有这样的美女 真是极美貌和勇气于一身 哈爷 没想到你的侄女不是恐龙 是美女啊 你 别碰我的侄女儿 不然我把你打成烂心 问你信不信 幻机开始 幻机完毕 哇哦 真酷 长江长江 我是黄河 我请回复 黄河 黄河 信号收到 我说严厉 你确定能带着这些高科技的玩意儿去那个时代 你不怕被史前人类抢走啊 阿苦 这个呼叫机不带过去 而且恐龙时代还没有人类 没错 没错 我当然知道 我只是开个小玩笑 另外我叫Echo 不叫阿苦 你笑什么 你 你 我给你找了这个 叔叔 我不要 再穿上这个防弹衣 就目前所知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恐龙是没有活力武器的 你确定你真的要去 不用担心 帕爷 我会保证他的安全 放心 我不会让恐龙欺负他的 不行 尤其是你 绝对不允许靠近他 让我来 其实这船很破的 安全带也不好弄 我自己会弄的 叔叔 哎呀 这次我也有枪了 我是雷冰军 这不是玩具Echo 大家都坐稳了 我们出发了 别害怕 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哦 我还没自我介绍呢 我叫诸葛天晓 你真好 很高兴认识你 哎 帕爷 你这次不唱歌了吗 帕爷这次没心情 帕爷 你慢点 我要坐了 二十秒下船 只有二十秒 可是 我打不开安全带了 没关系 我来帮你 二十秒是短了点 但是够用 只要不慌 小心点 乖侄女儿 好好听严厉的话 注意不要离恐龙太近了 帕爷小心 叔叔你没事吧 时光毫飞走了 时光毫飞走了 叔叔 你没受伤吧 哦 不 你们看哪 别慌 拿起你们的武器 是恐龙 这是恐龙 太神奇了 没时间兴奋了 快到树林里去 叔叔小心 帕爷接着 帕爷接着 别过来啊 如果你 你认为你能吓着我 你成功了 大哥 你饶了我吗 你这笨蛋还不快跑 快跑 再快点 它要咬到我 看 前面有两棵树 你怕左边的 我怕右边的 你说什么 你上来干嘛 你是左边那棵艾空 什么呀 你们最好别惹我 不然恐龙很严重 大爷 你太重了 树都快被夹断了 大夫被你害不上 叔叔 拉头 不好 盈利也危险了 你你 把武器给我 盈利 我来救你 多谢 快走 每趟都不省声 但愿这一次 一切顺利 不对劲啊 帕爷 帕爷 怎么还不出来 帕爷 你怎么了 这回头大了 这回头大了 没有他们的踪迹 我们顺流而下 去找他们吧 大家跟我走 别担心 以悬崖的高度 和水的深度来看 应该不会有事的 有你这样安慰人的吗 这是在哪儿啊 帕爷 你快醒醒啊 不对 这好像是 是 是在恐龙时代啊 帕爷 你在让他谁牵我们回去啊 你快醒醒 别装了 别吵 社长看到我没回去 会按照保存的数据 启动救援程序的 你开会的时候都干嘛去了 嗨 你早说嘛 吓得我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那就简单了 我们往上游走回到原地就行了 简单 有你这样一个左右都分不清的笨蛋跟着 我看不会很简单 其实那事又不能赖我 不赖你赖谁 你上左边的树 我们就不会掉河里了 掉河里 完全是因为你超重的身体 压垮了可怜的小树 你想尝尝我的拳头吗 就事论事啊 反对暴力啊 能穿越时空去旅行 听起来很有趣 但真的没危险吗 绝对没有 连丢丢危险都没有 阿姨 快逃啊 是恐龙 是恐龙 那恐龙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然不是 但只是个师父的大玩具 你们先出去 等他们一天就好了 今天你们检查 我的旅行车就得关门了 得像个法子 把这恐龙给弄出去 有恐龙 快躲起来 没事 这种是鸭嘴龙 它们是吃素的 比如说水草什么的 我感觉我们到了侏罗纪公园 纠正一下 我们可不是在侏罗纪 而是之后的白鳄纪 因为鸭嘴龙是白鳄纪后期 存在的大型恐龙 它们的特点是牙齿很多 足足有一千多个对吗 答对了 那我再考你一些白鳄纪的地理知识 好不好 尽管问 很自信吗 我喜欢 那请百事同先生且示 泛谷大陆分裂成 分裂成北劳亚古路和南钢瓦那古路 回答正确 这就是白鳄纪的两大板块 后来再次分割成现在的五大陆 我是不是该恭喜点毒机 终于找到了知识 看 你们注意到了吗 它们是用鼻子呼叫的 快来 这事叫真棒 太壮观了 这是最有名的梁龙 咦 它们居然吃石头 原来还有你也不知道的 它们是借助石头来帮助胃部消化 快看 那边的是什么龙 那边的叫做剑龙 它们背部突起来的剑 其实是骨头 可以用来防御敌人 以及控制体温 那只恐龙在做什么 恐龙自己不敷卵 它们用植物盖住卵 来保持孵化的温度 等待小恐龙的出事 对 就像鳄鱼 你们两个不要紧吧 放心 我们没事 我来救你们 看这些花 在白鳄纪之前 地球上的植物可是不会拍花的 真神奇 下面有好多恐龙 你们当心呢 什么 这是零齿龙 它们也是吃素的 它们贪吃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echo 吃素的样子 饿死我了 全都湿透了 啥都不能吃 我看我们撑不到社长来救我们了 那你就少说两句 省点力气 这是什么 恭喜你echo 你应该去买彩票 难道真 没错 这是恐龙的大便 你要走恐龙运了 一般人可没这么早运呢 好可爱啊 恐龙就是恐龙 这么小也可以搞得地动山摇啊 快跑 快跑 别吃我啊 我很瘦呢 旁边那位比我热不过 你少背话 省点力气吧 霸爷 都荒他了 快上来 别管他了 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助养队友 恐怖 只有恐龙了 你个死恐龙 看我左龙后人的厉害 我有恐慌症 有一个安魂传不牢啦 快跑 我真不敢相信你救了我 谢谢大家 谢谢CCTV 这才是真我的风采 有病 别废话了 我们赶紧跑路吧 宝贝 我们不要离这个怪叔叔 宝贝 怪叔叔 到底谁有病啊 加油 妮妮 很好 在这么高的地方露营 肯定安全 看啊 这是哺乳动物 它们现在还很少见 谁会晓得它们将来 能主宰地球呢 物种的发展真是天晓得 零污染的时代真好 星空太美了 不知道帕爷和Echo他们怎么样了 看 看那边 有吹烟 恐龙不会生火 肯定是帕爷他们 嗯 他们怎么离河道那么远 乌乌乌 我怪 动死了 都怪你这个笨蛋 要不是你 我们就不会掉水里 火柴和吃的都会有 只要等社长来就行了 师长不会扑过来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 我得使出杀手锏 老太太大斩小怪兽 这是什么破东西 万一开始 我要偷偷这枪的畅家 万一万 不行 我得先去把那帮家伙接回来 再一起对付这小怪兽 糟糕 妮妮 当心 好 他们应该没事 来 谢谢 看 是只小角龙 快到姐姐这里来 小角龙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玩啊 你看 他是不是很可爱啊 宝贝儿别乱跑 万一的世界很危险 是叔叔 乖子女儿 这是你 叔叔 这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你们的篝火还在冒烟呢 篝火 什么篝火 昨晚我们没冻死 纯粹是因为我人平好 我还以为你们会有多紧张我们呢 看你们淡定的样子我就感到心寒 你们几个家伙 知不知道昨晚会有多惨呢 那不是你们 奇怪 是谁生的火 我们看过了 那一定是人为的篝火 这个时期的确会有火 但通常都是由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火灾 不行 我要去看看 为什么我们要多此一举 我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快走 Echo 小龙娜是群居动物 他们把自己的后代看得很紧 要是可怜的宝宝落了单 就没有存活的机会了 我看我们存活的机会也不比他大多少 少废话阿库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不是阿库 是阿库 看 就是这里 看到了 满足了 我们该回去了吧 再不回去等时光后 我们会比小龙更惨的 这样吧 你们先走 我留下来查那个家伙 燕丽 我劝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行 我一定要在这个神秘人物 引起混乱之前阻止他 时空的安全是我的职责 他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穿越时空的技术 可是我们旅行社的专利 不好 翼龙来了 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没地方躲 只能打了 早听我的就不会有这茬了 大家快看 上下夹击 我们死定了 你搞错了 那是小角龙的父母 小角龙再叫我们过去 快走 我才不跟你们过去呢 我不想被采成肉饼 等等我啊 他不再这样吓人的啊 果然有人 我看见那家伙了 在那儿 他在山上 哦 严厉 小心 不 啊 严厉 不 不 你敢吃人 快滚 Er 滚远点儿 快滚回原点儿 他蛇羚